好 來看一把大火燒出了人民的怒火 這是新疆烏魯木齊 因為疫情過度封控 造成44個人死於公寓火災 引發了許多中國城市爆發白紙革命 而Twitter就流傳這段影片 有一名女子拿著手機朝警方跟防疫人員拍攝 沒有任何的挑釁動作或言語 但是先被警察給制止 後來更是大力把她推入一群 被稱為小白的大白的防疫人員當中 結果慘遭人群圍毆 不少網友直呼這根本就是暴政 對手無寸鐵的民眾動手真的很可惡